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三年三班林小为 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我的校外教学日记 上星期,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一间爱地球的工厂 老师说过,地球生病了,所以我们要爱护它 可是,工厂又不是人,怎么爱地球呢? 在去台中的游览车上,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要参观的是友达光店的工厂 他们制造的面板,外小岛世界各地,是很厉害的公司 他们不只做面板厉害,做环保也很用心哦 当我们抵达后礼时,工程师叔叔来迎接我们 原来这不是友达光店的第一座环保厂房 之前在中科,他们已经有一座工厂 获得了美国绿建筑协会颁发的经级认证 这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厉害的标准 我觉得这简直比考第一名还难 工程师叔叔还说,在他们一开始盖这座工厂时 就非常注意不要污染环境 用完的建材尽量回收再使用 楼房外的窗户有很特别的设计 可以减少太阳直接照射室内 室内的温度就不会太热 冷气也可以少开 路灯都是LED灯泡,省电又环保 排水沟上面铺了好多石头 原来是为了防止下雨把垃圾冲到下水道 让排水胜畅 还有,工厂四周种了这么多树 回收来的雨水能用来给他们浇水 这些设计真的好聪明啊 工程师叔叔还带我们看他们的回收制程用水系统 还有热能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这个回风道加湿系统 可以降低温度 让冷却系统的负担不那么重 而为了观察这些机器的省电效能 机器上都装着仪表 这些都是他们甲镜脑汁设计的成果 但是也需要其他人的配合 包括卖机器给他们的厂商 也都受到友达的影响 努力让自己的机器也能做环保 我想这就是老师说的 静珠者赤,静默者黑吧 离开工厂的时候 我们看到工厂旁边的宿舍 屋顶上铺满了太阳能板 这些也都是友达光电的产品哦 老师说 这座厚里工厂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跟1500个大安森林公园一样耶 它的节能成效比美国的一般厂房标准还要节省快50% 所以后立场也获得了美国绿建筑协会颁发的白金级认证 老师还说 如果在盖工厂的时候 就想着要怎样节省能源 再加上每个在工厂里的人都把环保放在心里 那一间工厂也可以爱地球 而且爱的力量比一个人更大 回家之后 我想起今天看到的一切 我希望我长在以后 也能像友达的工程师叔叔一样 为地球的环保尽一份心力 这样我们地球所受的伤 就可以慢慢复原了 报告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